国民党台南市议员爆料了 他说这个扁嫂接受汪笨胡电话访问的时候 说扁家的海角七亿呢 要来安家养老 不过吴淑珍呢发声明要求他要道歉 否则提告 海外七亿到底去了哪里 国民党台南议员谢龙介爆料 吴淑珍早就想好怎么用 还在接受汪笨胡电话访问时 讲得理直气壮 吴淑珍紧急发声明稿 说内容子虚乌有 严重影响名誉 不公开道歉就要提告 信用界干脆公布录音档 原来七亿元是贬嫂要给老公安江养老拼事业 吴淑珍电话里提到钱 中气十足 提到民进党党公职 每到选举就来找陈水边讨钱 更是拉高分费 扁嫂语出惊人 这么形容 旧建强调绝对不会道歉 别家的秘密账簿 何时摊在阳光下 会不会成为特胜沉水边 最后一张王牌 扁嫂自由盘算 中文新闻综合报道